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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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客聚集的淡水捷運站附近 有一個十分熱鬧卻沒有名字的傳統市場 在Google地圖上顯示為淡水市場 網路上有好多美食推薦 就讓我這個剛愛上傳世的傳世小白來會會他們吧 挑戰 400元在淡水市場吃好吃滿 肚子好餓啊 在網路上搜尋到一家很有名的鹹粥店 好像叫五福食堂 先去墊墊肚子吧 跟著導航走應該就是這家店吧 鹹粥是必點的 炸豬肝 好特別喔 點來吃吃看 只吃粥和炸豬肝感覺不太夠 再來個炸花汁吧 說是鹹粥 其實就是湯泡飯 清淡不油膩的湯頭讓人一口接一口一下就喝完 酸甜的醬汁淋在炸得恰到好處的豬肝上面 沒有討人宴的豬肝腥味 大推 炸花汁就是中規中矩 嗯…感覺胃海有點不太滿足想再吃點什麼 前面有一家Google地圖上評價4.1顆心的大腸麵線 也是網友推推的店家 大腸鵝仔麵線 老闆娘貼心提醒 桌上的辣椒醬非常辣 請小心不用 真的夠辣指甲一點就很有感 大腸非常入味而且很好咬斷 不過鵝仔不算太大顆 麵線整體有中上水準 第一次知道淡水這邊也有龍山寺 寺裡的主神跟猛甲龍山寺一樣是觀世音菩薩耶 聽說裡面有座慈航普渡的匾額是光緒皇帝親賜的 1884年青法戰爭時淡水成為兩軍短兵相接的地區 相傳淡水龍山寺觀音佛祖在戰爭中顯靈 保護了淡水居民不受戰爭危害 1886年台灣巡撫劉明川 感念觀音佛祖守護淡水安全 奏請光緒皇帝賜扁慈航普渡 看完淡水龍山寺的歷史 剛剛的食物都消化光光了 從龍山寺門口出來的轉角處 有一家很特別的肉園店 他們家肉園裡面不是包常見的筍乾 而是白菜爐 一顆肉圓才45元 還有預算 再來碗熱騰騰的虱目魚羹吧 一個肉圓跟一個虱目魚羹 肉圓第一口略為清淡 重口味的人可能不愛 但是越吃越順口 強烈推薦一定要配虱目魚羹 羹雖然不是我愛的南部口味 但配上清淡的肉圓 是相得益彰的一個set 推推 咦? 斜前方的攤位擺著乾淨油亮的芝麻球 還有我最愛的雙胞胎 雖然菜單上沒有寫價錢 但應該不會遇到芝麻球刺客吧 其實還滿便宜的耶 芝麻球一個才20元 雙胞胎一個只要15元 油滋滋的Q彈麻薯皮配上微甜紅豆餡 帶有點顆粒感 雙胞胎也很讓人驚豔 脆脆的外殼跟鬆軟的內層一次滿足 挖到寶藏店家了 第一次來淡水市場 感覺這裡像個迷宮一樣 一不小心就會迷失方向 狹窄的巷弄裡左右兩側都有攤販 時不時還有些推著小推車 販售自種菜的菜農 在觀光客聚集的淡水 還有這樣意想不到的在地風景 經過這個上午 我好像Gate到傳統市場的魅力了 對面清水街市場 有家茶之樣也是網友推推的在地飲料店 去買一杯榜上有名的奶香金軒喝喝看 一杯奶香金軒 還以為是奶茶 原來茶如其名是有奶香味的金軒茶 淡水市場真的好吃好逛好好喝 400元還剩下50元 挑戰成功 回到最期會 有年快樂的警衛 快樂的甜點